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毛巴 話說在香港的時候有個朋友約我出來見面 但是因為毛巴的午餐和晚飯時間都比較忙 所以只能抽空下午茶時段出來 我的朋友就說了 無所謂啦 反正那麼久沒見 不如找個地方靜靜地可以聊天 原來他預約了場跟我去釣蝦 而對上一次釣蝦我就是啟德機場大達的年代 立即想去看看現代的釣蝦場到底是怎樣的 事不宜遲立即和大家一起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片之前訂閱毛巴的頻道 大家的支持是毛巴繼續創作的動力 首先就介紹一下這間釣蝦場 它叫做蝦寶 可能因為裡面有得吃東西的關係 所以它OpenRise也是有評分的 23比0其實都算幾一面左右的分數 去這個釣蝦場的方法就是搭地鐵去到鑽石山站 A2出口出 經過啟鑽丸商場直出走去新蒲崗方向 走到見到六合街就左轉 走前少少見到9號就到了 雖然這裡說是工業區 但這棟大廈是經過全面翻身的 走進去大堂有些好像D2PLACE商場那些感覺 這個釣蝦場就在地下的 一來到的感覺其實都覺得幾摩登的 無論是落地玻璃、燈光、投射的方法都幾新潮 還有兩個大水池的大家可以圍住坐 而我今天來的時間就是平一的下午茶時段 不算很多人的 毛巴差不多包場 在餐廳的旁邊就是一個很大的雪櫃 沒有酒精的飲品就20元一枝 啤酒就30元 吊蝦場來說這些收費都是正正常常 在雪櫃的旁邊就有他們的收費 一個小時就140元 時間越多就會越便宜 而間中蝦寶都會做不同的優惠 毛巴的朋友就是用了這間新婚店開幕的優惠 100元一個小時 不過我在剪片這一刻上網看資料才發現 現在他在做買一送一 即是62.5個小時 還值得玩很多 大家完成了 找好位置之後就馬上給了很多工具 分別有一枝魚肝 一個盤 上面有一個夾 一條毛巾 以及一些蝦皮 店員看到我這一刻手足無措 就問我是不是第一次玩的 之後就給了一個教學 原來這枝魚肝是有兩個鉤的 在釣之前就需要把剛才的蝦皮撕頭撕尾 只要一個身 再沿著一個鉤的方向就穿進去 完成了 穿好兩個鉤之後就可以放進去水裡了 而店員就說最好要扮一些蝦皮很生猛地在這裡動 所以就由左到右慢慢的拖行就會是最好 那當然玩整個小時都會累的 插在前面的左邊慢慢看著浮標沉 就可以輕輕地扯他們上來 不過其實這個玩意都需要交學費 毛巴在沉了浮標之後成功率大概只有四分一左右 成功釣了蝦上來之後就可以用鉗拆出來 放在我們前面的籃子上 不過大家要小心蝦鉗 它好像自動導航一樣會夾著我的手指 玩了一個小時之後我只釣到六隻蝦 初哥來說他們說都算是不錯的 到上水那一刻其實蝦還是很沙漫的 而時間到了店員就叫我們坐在旁邊的餐廳位置 就問我們想蝦怎樣做 在這裡想吃薑蔥白灼的話就不用加錢 但想要一些特別做法就要加60元煮一斤 而剛好我們旁邊有個哥哥仔釣完蝦之後他們就說不要 所以就給我們吃 這次可以試三種口味 第一款就是我釣上來的白灼蝦 其實跟之前吃放題的流水蝦是同一種品種 雖然蝦味就不太重 但肉質夠實淨夠彈牙 不過大家吃開海鮮都知道 剛剛釣上來 生生晚晚怎樣做都好吃 剛好毛巴吃這一隻還有蟹子 而第二隻味我就叫了這裡的招牌 備製蒜香醬油蝦 因為這隻蝦的背是開了的關係 全全全吸了所有汁 這一款重口味得來好飽味 加多一罐啤酒一流 第三款就是黃金蝦 因為餐廳處理蝦的時候炸得很透 鹹蛋黃味就好香 我連殼都吃了 真的超級誇張 雖然今次我的朋友仔 只訂了一個小時 不過搞完頭頭尾尾 再吃東西聊聊天 我們都玩了大概兩個半小時 而今次這個釣蝦體驗 其實都頗愉快 除了平日約去酒吧 happy hour 之外 釣蝦場也算是另外一個選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在香港玩釣蝦呢 歡迎留言告訴毛巴 今天條片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的分享 更加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毛巴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